我还说无所谓 多少的惭愧 是因为我们都是阿非 一代很难非 走出的旧物也会还 明白了 求爱心愿望 通常对我来说 谁音乐剧 我很小就会 通常我都是一个人把说音乐都写 这一次我就合作就蛮有趣 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要分配谁写什么时候 那如果相对就是 应来说我之前的音乐剧 也都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 不过这次真的是第一次 用阿卡佩拉的形式来演出整个戏 而且完全没有其他的乐器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一开始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用阿卡佩拉的方式 所以它无论如何就已经有它一个形式存在 所以旋律上来说我觉得我在写的过程中 我比较针对是每一首歌歌词给我的感受 除了我们两个去在作曲上面有创作之外 我们另外编曲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 所以编曲有三个人编曲 作曲有两个人 所以在整体风格上面可能会有不同的画面在音乐里面 会很有趣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歌曲也要把这些剧情放在里面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演员去演绎这些歌曲的时候 也要把很多角色里面的性格各方面的东西都要放进去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看到比方说台北的演员他们会可能他们演戏的经验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们在排练 在录音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要投入你的角色去演绎怎么唱 他们会很快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给我选择 但是香港的演员他们可能是唱歌比较多 终于是同山岡 终于回荡 要和最新闻 一步一向我自己觉得的训练或者是那个经验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 我觉得不管是演戏或者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放得开来 就是对于对于各式各样不管是声音或身体上的尝试 因为Yuri啊然后印啊我觉得都一直有在给他们新东西 那我觉得这次对我自己认为对香港演员的挑战是说 因为那个咬字中文就是普通话咬字跟广东话咬字不太一样 这次台北的演员平常他们都没有唱Acapella的经验 所以这次第一次我们我来看他们排练的时候看到他们很努力在在学在念 因为其实对于没有Acapella经验的演员来说 这要唱这套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觉得跟以前做音乐剧不太一样的感受是因为 连乐器都是人生 所以等于演员跟演员的默契跟那个凝聚力要非常的好 所以感觉像他们练完一首歌之后感觉像完成一个任务的感觉 就是觉得哇练完了然后在某一个moment他们可以合在一起 然后很准确的我觉得那个就不太像是比如说我只是跟着乐器合跟着卡拉合 那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可是这是十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那种凝聚力会更好 对因为每一首歌比方说就算是solo的歌 其实后面也是全体的演员跟你一起唱 所以就跟比方说有伴奏代就就很不一样 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编成这样 然后进了录音室听到Anna唱 又没有想到他是唱这样 所以他就是把一层一层的音乐上的表达就是一直往上加 所以我觉得他丰富了情感丰富了比如说他的和声的状态 所以提供backing的演员他也在提供情感的支撑 进了剧场之后Yuri再给他们更多的不管是动作上或者是剧情上的调整或者是排练 我觉得那个情感我是应该会很期待 就有痛苦再不断燃烧就是我乐要得到 捡起缺少那份报仇还有那荣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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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